连日来,西班牙疫情防控局势日趋严峻,感染人数不断攀升。 当地时间3月24号,据西班牙卫生部官方数据, 西班牙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33,089例增至39,673例, 死亡病例增至2,182例,新增确诊为6,584例,创下该国单日增幅新高。 3月24号,中新社记者在北京视频连线了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参赞朱建, 了解在西华侨华人及留学生近况。 并且我们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由使馆当群主的这么一个群, 包括是领馆的工作人员, 也特别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浙江省的八位大夫在群里头, 为他们进行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建议和分享。 疫情之下,西班牙中国留学生的健康和安全牵动着人们的心, 逐渐介绍,目前在西班牙共有一万六千多名中国留学生, 疫情爆发后,大使馆马上对当地中国留学生进行分类排查, 便于更好的为其提供帮助。 第一个类别呢就是说他们资深的这种防护啊, 包括口罩啊和一些用品是相对比较充足的, 这个呢可能在留学生群体里头占了大多数, 第二部分呢是这个可能这种口罩的数量啊, 在十个左右有,但并不是特别的充足, 这也占了一部分。 那么再者一个呢就是说没有口罩, 或者说是物资很缺乏, 比如说口罩少于五个, 但是呢因为自身的这个学业啊, 还有一些需求呢, 他必须要出门, 那么在这一类人群, 也就是说第一类人群里头, 现在是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点, 那么这一类人群在我们初步的这个排查, 他通过学生会的排查里面大约有600人左右, 朱健表示, 针对这类留学生群体, 大使馆第一时间与其取得联系, 为其提供包含防疫物品和防疫指南的健康包, 指导他们科学防疫, 帮助他们加强防护, 同时, 使馆还与当地政府部门交涉, 允许西班牙境外个人, 向在西中国公民寄送包含防疫物资的包裹, 在12号左右, 我们紧急联系了西班牙的政府部门, 主要是他的卫生部, 跟他们进行沟通, 要求或者是交涉, 希望能允许海外的个人, 向在西班牙的中国公民寄送这种小包裹, 两公斤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小包裹, 我们也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一个认可, 那么在他限制令之下, 原则上在西班牙境内的所有的防疫物资, 政府都是可以征用, 那么在使馆交涉之后, 已经从16号开始, 那么它是原则上应该是可以顺利记录的, 对于目前部分侨胞和留学生考虑的, 要不要回国的问题, 逐渐表示, 就目前情况来看, 中国的疫情防控形势的确比西班牙好, 但归国旅途中的可能面临的风险, 却远大于留居海外, 因此应根据自身情况, 慎重决定是否归国, 在国内的整体情况下, 和西班牙就在疫情方面, 那么客观讲, 国内更加安全一些, 这是一个事实的状态, 但是相对于这个状态的同时, 我们在旅途中的这个风险, 那么从大面上讲, 我们是觉得远大于在西班牙, 居家修整的这个风险, 那么在不同的风险之间, 我们两害举其轻, 因此我们竟然是大面上讲, 是建议所有的女系中国公民, 在本地居家进行, 你说自我隔离也好, 你说切断这个传染也好, 用这样的用方式抗击疫情。